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又是《諾報我不講場》的時間 《諾報我不講場》已經跨越了超過300集 你覺得完全謝謝輝哥 輝哥的參與非常重要 我是余榮樣 大家都一定認識鄭重輝 大家好 輝哥你好 我們講了很多集大灣區 但由於香港 澳門 越講越來越熱烈 我覺得值得講 因為似乎講講都幾理好 我一開始擔心很多東西不行 事實都發覺有不行的 又有不行的 譬如說學大 令到我們能夠去別的地方就業 我想很開心 其中一個拋的問題 如果令到澳門人能夠去大灣區 不同的地方就業 會不會我們年輕人最喜歡的 就去香港呢 那行不行 可不可以就這樣去香港呢 大灣區 我想澳門和香港 是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一個熱烈的氣氛 雖然反對 反對 反對 很大反差 很大反差 香港呢 我們看見有很多 亦是網媒的部分 對於大灣區 不是那麼熱烈的 澳門對於大灣區 尤其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廣之下 還有大力支持 即它不僅推廣 還有很多方面 澳門在實際的支持方面 澳門一方面好像 日熱很多 還有還有一件事 覺得澳門一些 人聽見政府推動之後 都覺得 比乘數很高 香港很多擦鞋派 但是也有很多 潑冷水派 是 我一向都跟你說 就是 我們是實事求是 又不需要去擦鞋 但是又沒有理由去唱衰 講實話 我記得大概五年前 有一個媒體訪問我 一個專訪 因為我也有少少的業務 在國內 他就和我主體 講講澳門人 在國內做生意這方面的看法 我當時已經講到一個問題 很重要的 我認為到現在 都認為重要的 就是說 澳門人想去國內做生意 當然你是 一些大商架的 很多資金的 當然是怎麼做都沒有所謂 只是國內全西方 最大問題就是法律和制度 法律包括你做哪些事 可能在澳門可以的 在內地不行的 制度包括運作 稅項 我想現在大家都很實際 剛剛講到余Sir 你說法律和稅務財政方面 大家都知道內地稅率很高 我反而會加多一件事 就是說 在一個團隊的協助 我那個團隊可以分很多層次 第一個團隊是你們自己公司的團隊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 就是地方政府的團隊 這個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們聽見 晉商 徽商 或者福建的敏商 都會有一個地方 去建立一個支持的背景 然後這一幫商人 圍繞著這艘船 或者坐著這艘船 通過這艘船去到當地 但內地的複雜性 例如我們說回大灣區 內地有九個城市 而九個城市之中 有兩個是經濟特區 深圳和珠海 經濟特區做得到的 其他非經濟特區未必做到 即是珠海和中山都有不同 你習慣在珠海做得到的 走了去惠州更加做不到 我想反而不是這樣 我的想法不是哪裏做得到 是你哪裏做得到 是重要於哪裏做得到 因為做生意的範圍很大 不是每個做零售 如果是有廠設在那裏 又兼牽涉到貿易 是經濟特區的條件 可能利便很多 如果不是 很多東西是不行的 完全不行的 其實經濟特區 深圳我不是太熟悉的 珠海也在這裏做了一段時間 珠海的經濟特區 這幾個字其實已經退息了 即是它以前的 很多有利於它的政策 現在逐步是和內地 是拉近了 即是我說回這個 但是內地還有分自貿區 和非自貿區 都有很大的限制 不是自貿區 很多東西 喜歡說你不行就不行的 所以明堂有很多 這個明堂 除了明堂之外 也是明堂裏面有一個特性 特性我們可不可以 match我們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能力 拋出問題 給大家看 就算不算香港澳門 九個內地 是大灣區的城市 它都有不同 而且你還要這樣算 有港口和沒有港口 都不同 我想現在 比較保障一點 或者保險一點的方法 就是 真是一個團隊 一些有意思上去發展的朋友 其實我有時候 給大家印象 最近推的 都是年輕人作為壞點 但是我有個恐怕的 年輕人 我覺得是未成熟 他上去 你找他戰屍底 是很慘的 不過慶幸一句 原來現在的年輕人 厲害了 60歲之內 都叫做年輕人 這個說的 但是政府這個政策 驅動年輕人上去 這個就不是這樣的年齡 是年輕很多 所以 包括 都未打過工的人 和大學出來創業 又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很危險 不是,Bill基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 你說成功運不高 但是我始終覺得 一件事就是 用一個澳門的團隊的能力去分析 分析了之後 甚至乎有一些 不論是財政 或者是法律的支援 行政上的幫手 幾方面呢 去夾合這個 有意去投資 或者是投身 某一件事的人 跟他做分析 還有 將來有一些事情會洗牌 如果你說 我們多些地方可以去就業 澳門想去就業 對等 以內地 這九個城市的人 又可以隨便 來到澳門就業 你知現在 外勞是一個政策的人 最多將來 根據外勞的政策 那九個城市有關的人士 就優先來澳門 但都打斷了 可能澳門的奴方社團 就很不開心了 其實現在 我看實際來說 澳門是包容政府說的 在九個城市 兩個特區來說 澳門的包容性最強 是 此話何解呢 澳門有二十萬外勞 香港的外勞政策很嚴重 香港二百萬都不扣 澳門有二十萬 因為如果按照比例 香港應該有融 那些多 幾十萬都是 加起來一定是澳門的包容性最強 反過來 澳門人 上去國內 即是創業也好 就業也好 其實比例 遠遠不及於 內地 香港 的人 來澳門這麼多 我拋出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隨便給內地的人 來澳門就業 澳門的老方社團 一定不開心 但反過來 你又吸引澳門的老闆 上去投資 那又如何呢 如果基於對等的 老闆可以上去投資 上面的也可以 跨了境 來到澳門就業 這真是有個問題 如果你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大灣區的合作就不能夠透徹 我想這件事 都是看經濟的距離 看來 將來都要有這個陣痛 可能會出現淘汰 適者生存 你工人也要自己提高自己的水平 有些如果水平不行的時候 可能真的去內地賺食 不過你要留意 在澳門賺食 可能他找到一萬多的 去內地同樣工種 或者一萬都沒有 一萬都沒有 一萬都沒有就沒有 因為你的洗費低 我今天看見一個電視 但他可能找回來養澳門的家人 你這樣想 我看見一個電視 講德國一些狐狸行業 狐狸行業 當中有一個 是中國人去了德國 做一個狐狸員 即是家居狐狸的長者 他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好到位 他說 你做得這個位的人 不是別人跟你安排所有的事 是你跟所有你的職業範圍之內 你安排好所有的事 不是被動的 你是一個職責 最重要的職是你要做的事 我們說後面的職責是最重要的 現在我覺得 現在很多不論是在哪個地方 大家有職就沒有職 所以就算我們去到哪裡做事 都希望我們一個水準全部提供 你看看日本 日本的工人 或者打工的人 他有職又有責 所以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回來 不要只說大灣區 整個名字要說的 粵港澳大灣區 我相信那九個廣東省的城市 以粵來計 政府行為來的 就是會擺平的 但是港澳和粵打亂了 這個可能真的到時 是會出現一些混亂的 就是怎樣去理順呢 這個現在要去想 不是說你擺出大灣區很大的未來 你這樣靠這樣吸引 就是不夠 我覺得是要理順這些東西 包括法律制度 通訊 和他們意識形態的東西 你都要搞定 或者你不要只說經濟 港澳的報章 是不是都可以進去大灣區 起碼那幾個地方 你進去那幾個地方 他會帶到到韶關都會有 這些希望內地都要面對 而不是反過來 既然你回到去 鉗制了你先說好 這個是不美的 希望內地都做好它 多謝規格